还没正式入阁就先抛出震撼弹 马斯克透露上任后准备大裁员 为了彻底消除政府官僚主义 马斯克打算大砍联邦机构 裁测无效部门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他发文表示 99个联邦机构已经绰绰有余 事实上马斯克在入主推特后 就曾大刀阔斧裁掉九成员工 如今把这股强人作风带入政坛 从造势到胜选 美国两大亿万富翁如交四期 不只一起搭私人飞机 参加共和党人会议 出席UFC冠军赛 形影不离 交情人士透露大选以来 马斯克就一直待在海湖庄园 就连川普全家福他也参一咖 川普走到哪 马斯克如影随形 就连川普和乌克兰总统 责论斯基通话 或跟阿根廷总统会面 马斯克都在旁边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他还见了伊朗驻联合国大使 甚至传出他插手 强力推荐下一任财长 外界指引马斯克过度干涉 川普决策圈 川普第二任期 第一麻吉哀哄越现干政 已经引发部分川粉不满 若哪天抢劲风头 触怒川普 恐怕还轮不到他裁员 自己就先被老大炒鱿鱼 蔡理新闻六爵鱼不倒